家庭八點檔轉轉發現愛 家有青少年的爸爸媽媽 一定都遇過小孩大考 這個大魔王關卡 所以不論是高中大學 甚至研究所 爸爸媽媽真的是有操不完的心 考前擔心小孩探望不讀書 考後擔心小孩沒有考好 挫折太大 爸爸媽媽也擔心自己的面子 因為大家親朋好友都知道 你的孩子今年大考 所以呢念也不對 不念也不行擔心也不考 放任那是更是no no no 所以呢緊繃的神經啊 是散播在家裡的每一個人的心目當中 每個人都要崩潰了 所以呢要怎麼做 要怎麼樣讓你們家呢 可以經過考試的魔王 但是親子關係還是那麼的和諧 沒有劍拔弩髒呢 今天來聽聽各位的故事 第一位歡迎的是 他今天來是來放下的 鬆一口氣的 因為他的兒子剛剛考完高中 終於放鬆的KK笑 終於可以笑了 太好了 好 接下來的這一位 女強人他自我要求也很高 他今天來一直都在搖頭 可是呢一邊搖頭還是那麼漂亮 因為明年呢 他的兒子要考大學了 他超焦慮的歡迎夏經理 余姐好 大家好 超緊張的 不緊張都瘦了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好 然後再來就是呢 高中大學 他自己都考完了 然後女兒也都大了 我們歡迎過來人藍波老師 我今天也剛剛度過一個小女兒考大學的日子 大的雖然已經過了比較長一點時間 小女兒今年剛考 不得了 誰不得了 他不得了 還你不得了 不得了的好 這樣就對了 好 歡迎淡江大學副教授 我們洪英正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然後呢 今天我們覺得 也有另外一個亮點 那就是藍波老師呢 帶來了就是那個考生代表 我們歡迎藍波老師的女兒 歡迎姐姐 哈囉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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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瀛瀛瀛瀛瀛 好漂亮 我家有女初長成 對 大家都說女兒很漂亮 我都想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我穿女裝還滿正的 但是她真的長得很漂亮 但是沒有所謂的 戴個假髮的概念像你 是 但是每一個孩子 我覺得每一個孩子都很特別 然後我覺得 但是 她以前小時候最難過的就是 走到哪裡人家 她就說 你長得好像你爸 有嗎 真的 真的 小時候 幸好可能女大十八變了 對 我覺得她最近化妝有 刻意化得不像我 當然 對 漂亮 好啦 對啦 清楚於覽 OK 太好了 對 OK 來吧 我們來開始聊考試的部分 我們今天有個牌子 這邊就寫著說 你在面對你小孩子 大考 OK 你覺得你自己 是屬於一個 放任小孩子讀書的爸媽 還是屬於 緊張兮兮 管東管西的爸爸媽媽 那在這現場 我就請大家來舉個牌 那姐姐也可以 你是評估你的爸爸媽媽 是怎麼對待你 好不好 來 好 所以請問面臨大考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放任自己 孩子讀書的爸爸媽媽呢 還是你是一個緊張型的 來 請舉牌 這個 我可以 三分之二這邊 三分之一這邊 你這都考完了 你就說實話吧 就明明是這個 OK 你就明明是 好啦 明明是 OK 我們今天舉牌比較多 唯有我是這個 對 好奇怪 可能是這個節目 真的做久了以後 好 感謝上帝 感謝主 我可能還要再加長一點 寫超級緊張型 這三個字還不夠用 好 來 看吧 KK笑 經歷 你們都是緊張 超級緊張型 藍波老師是 一下放任一下緊張 一下放任一下緊張 OK 洪老師是一半又一半 所以跟藍波老師差不多 然後呢 姐姐 所以你是呼應爸爸的答案 就對了 不知道會不會講得一樣 對 我不知道我的 兩階段 我們不一樣 你不一樣 你是怎樣 我們從一而終都是比較 開明專制型 開明跟專制是兩個同樣的 兩個極大不一樣 對 對 對 但是我們是放在一起的 OK 就傳統現代性 也可以這麼說 又緊張但又放任 但中間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調和 所以他是專家 來 請把牌子放下 試著這樣子去做 我先解釋一下我的放任性 我平常 我當然也會心裡緊張 可是我一直有一個感覺 就是說我不想要把他逼到一個境界 因為我覺得我平常就也沒有在嬉皮笑臉 對 我覺得我已經就是日常 讓他已經有點怕媽媽是什麼感覺 所以我就在他考試的時候 沒有 因為我們的發條都沒有太鬆過 就是都沒有放 對 所以我的放任是基於我們家的標準 對 所以我覺得我後來就 我就不再這樣了 因為 因為 這樣子會變醜 對不對 這也有害我個人的健康 對 我個人 你不是說你們醜 你們不醜 你們不要這樣 不說話了 來 好 我們先聽KK這邊 先問我 對 緊張型的 其實因為我們是老師 所以我們其實有偶包 然後爸爸是老師 然後媽媽是老師 人家當然就會說 那老師的小孩應該要特別有 聘學兼優 對 但問題是 我常常會被老師叫去 所以到了他國中的時候 那就又是一個我不熟悉的領域 所以我就決定把他送到補習班 然後到補習班的時候 就是早上六點出門要上學 然後晚上九點以後才回到家 那回到家了以後 那因為你沒有看到他白天學習的樣子 所以你希望回家的時候 他還是要演出很認真的樣子 就是你要寫功課 你要什麼的 他只要一放鬆 然後參在那邊 你為什麼還這樣子 你不是趕快要弄弄弄什麼的 結果其實整個兩年的氣氛 就都很不好 就是國一和國二的時候 然後一樣嘛 有去補習了 你就會認為說 那我都花錢了 還全課都補 你媽媽盡力了 是不是 該給你都給你了 然後早上幫你弄早餐 然後帶點心去學校 伺候這麼好 回來成績怎麼還這樣 那我到底那一片心血在哪裡 你是不是在 然後聯絡部上也有紅字 所以我就會覺得 哇真的是 常常就是很抓狂的那個狀態 然後呢 只要他一坐下來 一放鬆 我就立刻了 就會趕快過去把那個 那個叫什麼 發條 趕快再把他轉進 可是在那個時候 其實兒子就已經 情緒就來了 然後我們就會那個衝突 就會開始爆炸起來 他就說 你不知道嗎 我從今天早上出去的時候 到晚上九點 我通通都在上課 我難道坐著休息一下 都不行嗎 但我心裡面就會覺得說 好像是 但是 我還是那個啊 但是 人家成績都這麼好 你有什麼資格說你要休息 人家成績好了 現在搞不好都還在念書 念到十一點鐘 對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就是 非常緊張 好典型的對白喔 哇 有嗎你也有這樣嗎 經理應該都說過嗎 哇 其實我的緊張性是這樣啦 因為我兒子很乖 他很認真 他很認真念書 就是考不好 對 可是就是考不好 對 可是就是考不好 所以那個東西我沒有辦法 我不知道要怎麼去幫他 他變得自己很緊張 然後他又剛好是 又是新課綱 那很多制度面的部分 對 對 這個我回想起來了 是是是 三年前 對 所以他不是說按照以前 你讀書去考試就好 那很多制度面 你要很了解 那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啦 我又不相信兒子 他把他弄得很熟 那變得媽媽 我就要又要開始 讀所有的文章 跟所有的 學校發的任何的東西 或YouTube上 所有的東西 我都要看一遍 好用力 真的 我都要做筆記 然後你再去 重新教他一遍 我要告訴他說 你老師怎麼說的 那他了解的 是不是我看到的那個樣子 比我這個老師媽媽還認真 真的 所以我真的是超緊張心 因為我是怕 第一個你成績沒有很好 可是連制度面 你都不懂的話 你真的 那你怎麼辦 所以你功課 讀書那一方面 沒辦法幫你 可是其他旁邊的那些附加的東西 那個旁邊的東西 我可以幫助你 我可以盯你盯緊一點 我連他考試我都一樣 我那以色尾表格又出來了 我是用打掃都以色尾 那個SOP的 那種 我以色尾表格又出來了 就是你哪一天要讀什麼書 你隔天考試的一個 跟你要準備會考的一個 對 兩個 那你弄完 讀完之後 每一個都要給我打勾 可以 我好害怕 至少我要抓得到他的技能 我剛才這個修行師覺得 你很好相處 我現在覺得你沒有很好 我沒有很好 我開始同情你兒子 沒有 可是 因為我 其實我覺得經歷這樣的媽媽 其實是 就是在這個面向上 就你剛分享那一塊 這樣子的媽媽是對的 對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父母必須 我一定要看 要跟孩子在 共同面臨那個時代 或者那個階段的 一些人生考驗上 我覺得要有共同的共識 要了解 就是有很多父母 其實對孩子到底遭遇什麼 其實都是模模糊糊的 但因為在模糊的情況之下 又隨便的發好施令 又隨便的做一些要求 做出一些不合理的期待 我沒有無理的要求他 對 但是我覺得後半段 就是在了解以後 跟孩子的互動那一塊 也許可以有 因為為什麼會超級緊張 就是因為 剛剛講嘛 經歷比較是一個 內控型的人 對 他對別人的能力 或者是對別人 經手所做的事 有些時候比較容易 有一個問號 所以你兒子念書的方法 然後你就幫他 反正都已經歸類好了嗎 你幫他整個的規劃 對不對 對 然後這樣子做了以後 如果還是考不好 你才可以接受 而是你還是 你聽到我意思嗎 因為有的時候 做父母的 對 因為你有一點點認為 因為我的標準 越來越降 就是我大概了解 你有在降嗎 我絕對不是要求他 一定要考上前面幾個 因為我知道他的能力在哪裡 我是按照他的能力 可以去做他的規劃 規劃 對 沒有我是覺得 我說你連在大學 就是每個階段 真的每個人都會進一個階段 你連這個階段 你都沒有付出 沒有認真 你以後出社會 你要怎麼辦 我是想到更遠的地方 姐姐 如果是你 你聽到這樣子的內容 你會是什麼 就是如果說你真的明天 就要大學聯考了 你會怎麼感覺 我剛剛都直接坐職了 有 我有聽到那種 是我們冷氣太冷嗎 他也 他有刮心 很緊張的感覺 因為我爸爸是 完全相反的 我爸爸是那種 就是新的規則或什麼 他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你自己去搞清楚 然後再告訴我 你要怎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家其實都這樣 然後而且 我爸爸很酷的是 人家都是叫小孩要讀書 或者是要認真 我爸爸是 要幫我請假 帶我出去玩 死都要請假 我說我不想請假 然後他就說 不行 這樣你沒有參與到 我們家庭活動 對 怎麼會有這麼不好學的爸爸 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他在從國小 國中 高中 他是讀一般文科學校 所以他在國小 國中 高中 都拿市長獎 所以其實我跟你講 而且我其實很早就放任 不是放任他 是放過自己 因為他國小六年級 就拿題目給我看 我就看不懂 不是 是五年級 五年級 就是我拿數學 還多一年級 對 五年級 多講了一年級 他五年級拿給我看 說爸爸這個題目怎麼寫 爸爸先問我說 我看了很久之後 你先跟我講一下 這題在說什麼 他叫我先解釋題目給他聽 他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對 因為他想那個你知道 現在數學很為難 我跟你講 是 可以講直白一點嗎 就是他會繞來繞去 然後之後問了不是這個答案 然後我就有點看不懂 所以其實 所以我剛才為什麼舉一開始是放任 然後到後面 但是後來會變緊張的原因 是因為我跟你講 我女兒是一種浩強 他拿到那個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旁邊看 他浩強我覺得有上進心 也不是 他在享受那一種 我拿到冠軍的感覺 他就想 但是每一個愛念書的人 有很多也是自己 這樣子競爭心態 不一樣的 對 然後有時候他就會緊繃到 好久都 例如說我們常常有時候 出去玩或幹嘛 那我個人最討厭塞車 所以我都會挑那一種 前一天假日之間 先提前出去玩 或者別人在上班 對 那我去玩 我說那妹妹也可以請假 我們就走吧 出去玩吧 就玩一天沒關係 一天而已 他說不行 這樣子我就更不上 然後我就偷偷給他請假 他就是先斬後奏 對 帶走 什麼機票買好了 架請好了 就是要把我帶走就對了 走 他都是這樣 收跟放之間 收放之間一定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那時候我們覺得太緊繃了 那太緊繃的狀態不是成績的好壞 而是它反映在在乎成績的那個態度上 太緊了 那我覺得我們後來就覺得說 要出去玩一下 放鬆一下 回來說你的效果 因為你其實差一天 其實說差一個禮拜 真的不會差太多 可是後來我自己覺得 我的調適了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像他高中 他後來高中要考大學的時候 可能我就說 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你考一般的大學跟考獨招 那我後來就覺得 其實我希望他快樂 所以我就說 你要不要去考一下表演藝術的學校 因為我覺得他會快樂 因為他後來已經緊繃到 我覺得他面對這個分數的比較 有一點點不好相處了 怎麼說 脾氣特別大 對 脾氣特別大 然後你們都不懂 你們都不知道你的壓力在哪裡 怎麼樣 他就開始會有一些 自己把自己覺得限住 好像只有這條路是唯一的路 那我就跟我說 媽 沒關係 那現在其實我 我說你去表演藝術的學校 後來到表演藝術課的時候 反而我緊張了 沒有 它是變成超級緊張型 為什麼 但是每天 就像他有工作的話 他出門也會叮我 說你今天早上 你有沒有練什麼自我介紹 你有沒有練你的舞序 有沒有練什麼 每天都會叮 可能過個幾小時 就叫媽媽來看我 有沒有認真一下 然後就持續很久很久 每天都在叮 然後就算我已經達標練完了 他還說 你自己要再多準備一點 你這樣拿手一點 會就是比較沒有那麼 比較沒有那麼緊張 反而變成跟之前超級極端 冤枉 然後不讓我們出去玩 練完才能出去玩 你有聽出來問題在哪裡嗎 就是有沒有相關他的專業 對 爸爸的 對 你突然之間 雖然我們真的不強調說 什麼科系比較厲害 我覺得只要是願意上進 願意念書什麼都OK的 可是藍波老師之前因為 你覺得中文也好 什麼文科也好 你觀景要 完全不擅長 你也幫不上忙 所以你在中間還有一點點繳禍 對 我好好能念書 你幫你出國 我不知道繳禍兩個字 用得好不好 你這個用詞 怎麼可以用得這麼精準 有 那麼一點 但是突然你發現 你突然校長上身 什麼意思 哇 我女人要去考我這一科了耶 因為你已經是對不對 圈內數一數二 對不對 最厲害的 大師級的 對 女人要跟他 人要步入他的所謂的後塵 要接班了 他壓力來了 對 他怕丟臉 或者人家講說 不是青出於嵐勝於嵐嗎 你女兒怎麼這樣 難怪我兒子一直都不願意去 他爸爸的那個高中念書 壓力太大啊 對 他是你的影子啊 你就馬上把他變成是 我女兒 大人啦 冤枉 沒有 而且很誇張的是我進入 就是還沒有考到這個學校 我只是可能報考而已 就已經大家都知道 藍波的女兒要來考這個學校 他就開始了 然後跟我進入學校所有 我叫老師好 然後就會看到老師對我爸說 老師好 這樣 所以他就很 你家力很大耶 洪老師還沒有要補充的 因為藍波老師那一段 就是說小學啦 乃至到 進入到這個表演科的考試之前 他的攝入比較低 就是說我把自己投入比較低 因為我覺得我不懂 那後來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你可以掌握了 你是專家 你可以參與了 但是我會覺得 後半段跟孩子的互動 建議就是把輔導的這個概念 用進去 輔導 比較變成是輔導的 對 那我就提一個很簡單的口號 就是我們是參與 在孩子的整個大考之前 我們是參與而非替代 我們不是要去替代他 不是我們幫他考 不是我們幫他決定 對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關心而非挑剔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關心 但是不是在那個關心裡面 老師看到他沒有做到的 或者不如我的 不如我期望的 不如我以前的表現的 那這樣就很容易 你知道有時候 對我們的一個表情動作 就會讓孩子很泄氣 對 沒錯 對 所以我想這兩個部分 然後能夠做到的話 當然還有一個功課 就是你要等待成長 孩子的成長 真的 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他不會按照你的時間表 也許你的孩子 就到後來 他忽然間迅速的爆發 對不對 每個真的都不一樣 我看過太多的年輕人 他們到研究所 才真的開始大放異彩 對 那你在想前面那麼長的歲月 他的父母如果已經失去盼望 甚至用一些很負面的方式 對待他 這個孩子可能就因此 就被淹沒了 你們認不認同啊 人啊 其實我們的時間表 都不一樣對不對 但是總有一天 會開竅的這個說法 你們相不相信 相不相信 總有一天會 對不對 有時候我自己回想 我什麼時候開竅 好像也就最近這幾年吧 沒有啦開玩笑 KK也有講 有有 兒子都不念書 他也不是不念書 就譬如說像他 到了國三的時候 他就沒有去補習 我們為什麼 國三的時候 不選擇補習 是因為國一國二 這個補習 讓我們的家庭氣氛 變得衝突很大 然後他回來的時候 情緒不好 白臉色給我們看 我們也不舒服 然後我們會更加倍的 去責備他 所以我們 就是我和爸爸兩個人 就是去討論 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不要補習 然後 可是這一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掙扎 因為考試成績 不是那麼理想的話 如果不補習 會不會更糟糕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去接受 那樣可能會發生的結果 然後後來我們就會覺得說 沒關係 因為那一陣子還有一個 就是因為升學壓力的 那個新聞 校園新聞 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不是擔心兒子 可能會這樣子 可是我們也不願意 他不快樂成那樣子 所以我們就決定就是 不要去補習 好啦不要去補習 那他也有去參加夜讀 可是他就是九點回來的時候 他就整個人書包放下 然後就開始打電動啦 然後看一下YouTube啦 然後跟同學聊天說話 很好啊 對很好啊 你覺得不好 就是 深呼吸 然後爸爸就會拉住我的手 忍耐忍耐 兒子啊你要不要再唸點書 我今天已經唸了一天了 你以為我在學校都在看手機嗎 學校那個地方又不能夠看手機 然後講 好 那你要早點睡覺 我就用這種 可是你心裡面還是會覺得 很不舒服啊 就是已經國三了 這麼重要的階段了 你最起碼演給我一下 真鳥必堆耶 我後來實在受不了 他爸爸不在的時候 沒有人拉住我的時候 我就直接 對 我就放肆了 敲著桌子 我就跟他講說 你最起碼演給我看嘛 你演一下讓我心裡面 這也是孝順的一種方法嘛 可以嗎 情緒囉爽 誰 八點檔了吧 這完全就是 沒有 我對她 嫉ака 好啦 我其實都不用多說 你也知道 現在回頭看 你也知道她的概念是什麼 對 但是你 我也理解了 好 好 然後呢 在我們問下一位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段 BCR 找看 現在面臨小孩子即將要開始進入最後半年的這種大學聯考 經歷快爆炸 我始終覺得啦 就是我以前真的對小孩子是比他這種放任啊 對 那每次都被幹掉說啊 都是 對 都我造成的 好像也是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希望說 對 經歷要保持平常心 對 當然我所謂的平常心 就是 噓 安靜 安靜 對 不要沒事 一直睡睡念 就是從開了門 然後到睡覺 就一直睡睡念 就是要讓孩子保持頭腦清醒 心情穩定 因為我說實在話我常常都跟他講說啊 反正你現在罵他十分鐘 他一整個晚上 他心情都變不好 那還要再讀什麼 你們這樣說對不對啊 對 怎麼可能好過啊 我不行經歷票 不是 他現在在報秀 我去報秀一下 我們已經把你們家算盤都收起來了 他回家沒有算盤可以貴 他怎麼可以這樣 不是這個是他造成的 怎麼說 不是他就是國小帶我兒子整天出去玩的那一種 所以他就變得真的 藍波老師借你用 你對著他說 真的 可以出去玩嗎 很好 可是他已經玩過頭了 變得小孩子已經不知道功課 他該做的事情沒有做完 收不了心 到國中他就來不及了 所以我很著急就是這樣 沒關係我不罵我兒子 我就罵他就好了 你沒有發現 你沒有發現老公臉色發黑了嗎 一般的只有印堂發黑 他怎麼都發黑 跟我一樣 可以放過他嗎 其實應該這樣講 這個時候我覺得 我們還是請洪老師來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夫妻題 就是經理已經想要回家去打人了 然後小帶呢他是很 就是很明顯他是比較 他不算放任但他比較淡定 那這個很緊張怎麼辦 我覺得在家庭的那個 就是說孩子大考這樣的一個經驗裡面 父母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但是父母在就是說 特別是對孩子大考這件事 要怎麼去安排 對 其實不管是父親或者是母親 或者一些家裡面的大人 我們其實都是不知不覺的 把我們自己人生的經驗投射出來 對 我們是用我們自己已經走過的歷程 那個框架 我們來看我們的孩子 甚至來定義他應該有什麼樣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在面對孩子考試的時候 多用一點輔導的方式 他真的喜歡嗎 他會不會真的已經 面對一些學習上有障礙 或者是有一些落後的問題 那也許他目前所在學習上的困擾 不完全是來自於課業上的問題 還有很多可能 其實我覺得特別是在我們發展過程當中 人際的問題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因 老師我比較好奇的是 因為我兒子是他真的很特別 他很喜歡 他很認真 是 我說要出去玩 他到現在說不行我要念書 明天要考試 然後他每天到現在高三 上高三了嘛 現在還在做那個舒服嘛 他還是開開心心的去上學 開開心心的回來 那為什麼 他的成績不好 他還是開開心心的去上學 開開心心的回來 那為什麼 他的成績不好 對 可是沒有到很 我的要求沒有到這麼 對 為什麼沒有到那個 要求也沒有很高 可是為什麼就沒有達到那個 我覺得有時候是為他心疼 也許用這個詞 這個真的需要學習診斷 就是說需要老師 尤其是他的這個 科業上的一些老師 真的要能夠對話 不然我們從外圍這樣去看 其實很難知道原因是什麼 對 也可能就是他的興趣的問題 對 他有一些興趣 也許是像 我不知道也許像姐姐 他 他已經往表演科發展 也許他真的有這樣的基因 所以他現在走得很愉快 他走得很愉快 對 他走得很愉快 對 但是也許換一個人物 也許就不會這麼愉快 雖然滿足了爸爸 但是也許這孩子從此以後 在生涯發展 就天天都是挫折 對 有可能 我覺得鴻老師有講到 就是剛才說 請教老師這一點 我覺得很多的家長 就是如果在孩子 要升學這一塊 你真的不知道就是孩子的能力在哪裡 然後他的表現 又不如你所預期的時候 我覺得要藉一個 要找到一個好機會 去跟老師們談一談 譬如說他比較弱項的那個科目 從老師的專業的這種診断和分析當中 我們會知道說孩子有沒有這個能力 或者是有沒有這個興趣 然後另外他可能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因為學習的方式方向可能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樣子去幫他調整 就是第一個比較專業的這種方法 然後才不會讓我們一直去誤判 他到底有沒有認真讀書 然後第二個 其實譬如說 以我們家兒子的那個表現來講 他看起來他都好像有在認真讀書 可是學習的成績 可是學習的成績呢 可能沒有那麼漂亮 尤其是他的弟弟妹妹都是學霸 都是校排第一名那種 好 然後呢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也許他就是很清楚 就像他自己講的 我自己知道我的能力在哪裡 我已經達到我自己的那個標準 我到那裡我就OK 而且我知道我可以用我這個能力 去做什麼學校的這種選項的時候 所以我想那會是他回來的時候很開心 他也是他每天就是國三之後 每一天都很開心的去學校 然後每一天都很開心的回來 然後會揪同學要去辦活動 然後一天到晚就在那邊彈吉他 然後唱歌 一直看起來多開心啊 就是演一下孝順這件事情做不到 還是要加最後這一句 還是要加這一句 對啦 所以我會覺得 在整個升學的過程當中 有的時候不用 不一定是爸爸媽媽自己很努力 我們有的時候要藉由老師的專業 然後智慧的去陪伴孩子 對 再補充一點 因為現在像以大學來講 除了我們所謂的學科方面的 在學校的各種學測表現之外 其實有指定科目考試嘛 就是所謂的指考嘛 所以可以看看這個孩子對不對 他哪一些領域 他特別的表現優秀 其實這個就是事實上 就是他未來性向發展的所在嘛 對 對 譬如他語文特別好啊 他以後所選擇的科系 就越往這個方面 對 這就是他的優勢啊 相較於很多人 其實是根本沒辦法達成的 對 聽年輕人怎麼說 我覺得其實這個跟個性也蠻相關的 因為像我們家也有點像 就是老師家 就是像妹妹就是比較 她也很認真讀書 但她就是讀不好 然後我是就是比較 可能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但是妹妹每天也很開心啊 然後也找到 也跟爸爸媽媽就會說 那我可以去 譬如說像技職學校或是什麼 就是往她的自己的興趣 我覺得爸爸他們也 他們都也都很支持 因為他們爸爸 像爸爸從小就教我們 就是開心就好 做什麼事情開心 就是最重要的 而且其實你是有認真的 真的是有認真的 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可能就可能 自己就真的不擅長 所以我覺得就是 可以聽聽看小朋友 或者是什麼 他們自己最喜歡什麼 就最重要 我們家的二女兒就是真的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一樣的 大女兒跟二女兒的補習時間 是相同的 量也是相同的 所以她的量 父母也一樣喔 對 父母都一樣喔 而且長得超不像的喔 父母也一樣喔 都是正妹 對 然後他們兩個其實 我看到一個是 從小就拿市長獎 然後他補習的時間 都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有一天他就 女兒就跟我講說 小女兒就跟我說 我們需不需要浪費那麼多時間 就是要可不可以不用補 我說 我就跟他說 給姐姐的跟給你的 都是一樣多的 但是 你們自己要長成怎麼樣 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去補習這件事情 也是一個 學習壓力的一個狀態 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是 隨你所願 你想要放棄就放棄 可是有時候 你人生可能不一定 你這時候就在學抗拒壓力 可是你一樣把它熬完 你補習該補的都補完 但是我不會在乎你讀到怎麼樣 對 但是你在那個補習的過程中 就在學習怎麼樣頂住壓力 這樣子 後來他就找到這個點之後 他就很開心 然後開心 他開始越來越開心 壓力又回到我身上 你有想說 要不要去考跟姐姐一樣了 對 不好意思 他就真的考到跟姐姐一樣了 對 今年考上 恭喜 但是因為有姐姐的一個經驗值之後 我就更容易說服她說 你要做怎麼樣 因為後來她高中讀表演藝術的 所以她比姐姐更 泄壓的原因是因為她高中三年 都在學表演藝術 她反而對這個東西很清楚 超清楚 好 那我也表達一點我的感覺 OK 其實我小 就是我剛剛講 其實我不覺得我是一個很鬆懈的媽媽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 我用我的方式面帶著笑容 然後就讓兒子知道說 一 我很愛你 我們就跟自己競爭就好了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可是有的時候我知道就是說 因為其實她有一些科目 她其實很厲害 可是偶爾會考不好 那像以前我在國外 我每天接她放學的時候 那媽媽一定上車第一句話 就問說今天考得好不好 今天怎麼樣 一定嘛 對不對 哪個爸媽不問嘛 尤其我們像現在 以前我們小時候考試 沒有人再問你考幾分 可是現在大家都 我們都非常的手上 就是我們非常的在這個狀況內 可是後來呢 我就我也慢慢理解 就是說好像講這句話呢 壓力太大 所以我就後來就學著 憋住不要講 可是居然有一天 她上車她也沒有講話 那我想說她肯定沒有說考得太好 那我就先顧主誘言她 可是她突然冒出一句說 It's okay 她說沒關係啊 我說這什麼東西沒關係 她說媽媽 下一次還有考試 我會考好一點的 但這一次考不好沒關係 她到頭過來安慰我 她告訴我說沒關係 聽完這句話了以後我就發現說 她其實是在她的人生狀況中 她沒有狀況外 可是不能讓她感覺考試是為我考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 我覺得我們好極的要為孩子 找到人生未來出路 可是他們真的知道她要什麼 可是她有的時候就像 像經歷我覺得你說你兒子這麼開心啊 可是她如果還可以 就是那個笑容或者是你說嘛 她可以出去玩好開心她幹嘛的 她是一個多麼難能可貴的一個好人 對啊我是說她活在她自己世界裡 那她當然要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對啊就太快樂啊 十一點半就上場最佳 可是我覺得這才是一個超級大的祝福 因為我們有想過這個問題是沒錯 對 因為這些孩子包括KK你的兒子 她沒有因為她知道父母最在乎的 其實在這個階段是考試嘛 因為她的升學她的未來 但是不能讓孩子覺得 我在這個家現在的唯一價值 是來自於我的成績 我在班上的排名 我不想要抹殺掉她原來的思考 或者她生下來應該的那個形象那個人 但是我有遇到一個我的朋友 她有一個做法我覺得挺適合推薦給她 好 這樣來聽聽 我先講我女兒好 我女兒的部分來講 其實我是有一點點在 她本來很堅持走那個路線 但是我覺得她不快樂 所以我就先把她帶到我的劇團 帶到劇團 帶到相關科系的東西她來看我工作 然後跟那些人 跟我的那些學生們 等於是她的姐姐或哥哥們交朋友 在Talking的過程中 她好像就變得好像比較開心 懂表演這件事情 那我的朋友那個朋友是 她帶小孩子也是一樣 因為我覺得她說所有的父母看到說 你要考好 考好什麼叫做考好 分數對她來講 對我以前來講 我們說第一名的分數長這樣 可是她這個分數對我來講 其實沒有意義 可是她就把孩子帶到去 她想要的學校 例如說她爸爸媽媽喜歡哪幾個學校 她知道她喜歡 小朋友喜歡玩音樂 她就把她帶到 她想要她考的那幾個學校的社團 去參加社團 參加社團 然後她就發現 這個學校社團好厲害喔 因為有些像我們有些台大 或者是有些北英女 甚至建宗 她們有很多熱舞社很厲害 她就把孩子帶去那邊 輸贏跟他們一起跳舞 後來她孩子反而 因為想要進那個社團 去付出 後來雖然沒有考到那個 最好的那個學校 但是她也有考到她前三個 她想要的學校 很棒喔 那我覺得她這個方式 最少讓孩子理解說 我考了這個好分數 是代表我可以進 跟他們一起玩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她的方法也蠻好的 對啦 有人曾經為小孩子考不好哭嗎 當然會哭啊 為什麼姐姐看著我 為什麼要哭 哪時候 考高中的時候哭嗎 考高中 當你已經要求到這麼低了 你連這個都沒有達到的時候 其實媽媽的失落是很大的 尤其我幫她看了那麼多資料 而且我標準已經壓到很低了 你連這邊都沒有做到的時候 第一個我覺得你也很可憐 我覺得她 因為她也讀書 那麼認真 沒考上我也覺得很心疼她 再加上媽媽的失落感那個 她媽媽的失落感很大 我懂我懂 你有在孩子面前哭嗎 沒辦法 那成績我看到那個分數 然後去她在場 她哭三天耶 我想說第一天沒看到 第二天也看到了 我就每天哭 哭到我老公最後 就打電話到各學校 就是去諮詢說 大概這樣子的分數 可不可以進到你們學校 這樣子 那時候還沒有正式分 就要填字 我懂還沒分以前 那個填字院之前 我也是做了很多功課 就是去 YouTube上很多補習班 或是校長 學校校長老師很多的影片 都有一兩個小時 三十個小時都有 我全部都看一遍 老師會告訴你們 要怎麼選填字院 對 我全部都看過了 我認真到這種程度 其實我覺得你蠻適合去開一個 那種幫小朋友 如何去選擇填字院的 指詢 要輔導她 妳很厲害 妳都那麼那麼清楚 沒關係 對 然後不如預期的時候 其實我整個人就整個 不會啊 怎麼樣都會有學校證讀 不是 因為我那時候 學校給我們的這些公立學校的資料 所以我不曉得她可以進入私校 上到聊哪一 對 私校可以進去 我沒想到那一塊 妳還 她鎖定指面公立 鎖定公立 不是 因為老師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她我第一個小孩 所以老師給我們的表格 就是那個表格 跟我們看到的 沒有看到其他的學校 分數的級數落點 都是公立學校 國立學校的 所以我不知道 對 所以我以為 只有那些學校可以考 妳有跟她聊過說 妳的成績這樣媽媽好傷心 妳知道為什麼媽媽媽哭 當然她知道啊 可是妳有跟她說妳為什麼哭嗎 有 她也知道她也明顯 所以她也不講話 蛤 她知道說自己也沒考 她有覺得自己闖禍了的概念 有 她知道我看得出來 是闖禍嗎 她可能覺得已經 不是 因為那個分數已經是 比我們預期的 連她自己考完 是跟我講的分數還要來的低 所以她可能自己也知道 自己考太長了 所以我那時候害怕 她沒有學校可以讀 當我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私校可以去報名的時候 我整個就開心了 至少有學校 所以我不是那種很苦嗎 到那種程度 我是怕她還要花兩三個 兩個小時或一個多小時 去通勤去念書嗎 回來都幾點了 對 我是擔心那一點 後來她進到可以有 確定有學校可以讀之後 我就放下心了 而且現在讀得很快 考完之後到分數出來 這段時間有 妳兒子有什麼變化嗎 沒有 她那個時候 因為她分 她以為她考得還不錯 所以我們也以為考得很不錯 可是發現那個分數 不是那個的時候 我整個分過 我哭三天 有一天晚上 睡覺喘不過氣 我覺得那是 怎麼會這麼嚴重 不是哭到喘不過氣 我覺得是焦慮 焦慮了 焦慮到我有點喘不過氣 我想說我是不是要掛急診 但是我女兒考完之後 再等放榜那段時間 我也焦慮 妳焦慮什麼 我也會 因為是妳的本科系 對 妳是面子問題 也不是 藍波的女兒 怎麼可以沒有上榜 沒有 應該講說 我們都還是希望說 她是有一個 我們 因為我們可能 希望她也很開心 然後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交到朋友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些期待 還是期待 那過程會掉在那個地方 會有 多多少少 來 這邊有一家人 他們有沙盤推演 就是在考前 他們家很棒 妳的老公 來 告訴我們怎麼做到的 來 這邊有一家人 他們有沙盤推演 就是在考前 他們家很棒 妳的老公 來 告訴我們怎麼做到的 國三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我們家的轉折 就是不去補習 然後我們的信念就會是 我們一家人開心最好 然後兒子可以在這個 成長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很健康很正向這個方向 然後所以我們就會常討論 如果兒子沒有考上 就是很漂亮的學校 我們可不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是老師 爸爸媽媽都是老師 然後就是 親戚的朋友的小孩 都是校牌 第一 已經不是後面了是校牌 第一 也不是班牌 所以妳知道那個 要回家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 對 我們就是盡量聊其他的 就是這 對 對 我跟你說 你知道嗎 親戶好友 如果家裡小孩子特別會念書 他真的就只愛聊會念書 對 大家都是挑自己的專長念 真的 去不斷地聊不斷地聊 對 我們很會轉移話題 好 然後後來我們就跟爸爸講 就是說 我覺得兒子 就是他畢竟是孩子 對 可是最重要的是 有能力 我們要做父母親的話 要有能力去承接孩子 就是面對各種考試的時候 那種結果 如果不好的話 我們有沒有辦法 去承接他的情緒 如果他很失落 他很失望 他很怎麼樣 然後接下來進一步 我們可以給他 怎麼樣的幫助 因為我們不會幫他 下人生的指導期 每一個人人生都很精彩 我不想要他去複製我的 我想要欣賞他的 第一個 如果他有考上好的學校 那我們就去支持他 然後第二個 如果考的學校 不太理想的話 那他要念 我們有什麼樣的方法 去幫助他 在那個學校 能夠拿到好的成績 然後第三個 萬一落榜的時候 他如果心裡面 有不開心什麼的 我們怎麼去承接他的情緒 我覺得因為當父母的 有了這樣子的一個備案的時候 所以任何的狀況 對我們來說 他都不會是意外 我們隨時都可以承接住 那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有的時候 我覺得爸爸媽媽很擔心 那是因為我們心裡面 只為孩子設定一個道路 那就是他非考上不可 那也認為 就是那一間學校 才能夠成就他未來輝煌的人生 因此 當孩子表現不好的時候 我們那種擔心害怕 真的是因為 而去擔心到孩子的情緒嗎 有的時候是因為 我們下的堵住 我們沒有辦法去面對 這樣子的風險 有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是給孩子壓力 而是給自己壓力 有的時候我們不是不放過孩子 而是我們不放過自己 一樣說得好 請問洪老師 考試前後家裡氣氛 真的很緊張又很不好 所以要怎麼去扭轉親子關係 我覺得最基本的就是陪伴 就讓孩子一直知道 我們是關心你的 對 那基本上最好是維持正常的 這種平常的節奏 對 雖然說是考期 但是呢就是有時候父母自己 會製造出很多緊張的氛圍 那自己的表情 自己的口氣 甚至就是太多的探視 對 這個都會讓孩子無形當中 因為他知道你的期望很高 對 尤其你可能會拿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等等 或者是親朋好友的一些案例 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模範 標杆 常常不經意的就要去提起 是 其實孩子無形中 那一種壓力是非常大 所以我覺得陪伴 然後第二個是信任 對 培養他 在這樣的一個信任的氛圍之下 他能夠自己長大 因為我們不可能永遠陪伴著他 所以我覺得信任是非常重要 然後最後一個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體驗 我有三個孩子 姐姐然後兩個弟弟 我就發現 其實我們父母本身也是在成長 對 在我的第一個女兒 她的大考之後 其實毫無疑問就會像各位一樣 我們也是非常非常緊張 我們對他有很多的期待 然後這個志願 或者每個學校的情況 我們也是繼續敏移 做了很多功課 那我就發現 其實孩子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他不開心 他不快樂 但是到了老二老三 就是像主持人 也都認識的兩個男孩 我們完全不問他的選田志願 可是在之前我跟他談過很多 各個學校的狀況 那也帶他去做了一些參考 最後我真的是尊重他們自己的選擇 對 那譬如說 以最小的兒子來講 其實他並沒有考上 他自己所期望的學校 只差0.5 對 很二碗 但是其實你知道 我覺得在那個過程中 我們自己的信心也起來了 那這個信心當然是因為 他會對上帝的認識 跟對上帝的信心 所以我們就知道 上帝一定會帶領他走一條 屬於他最好的道路 果不其然 一直到今天看起來 他的發展 其實是讓我們又情又喜 對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我覺得整個考試 帶出來的是 一個孩子對自己的 一個認識跟信任 這個可能是最重要的 對 如果考試的結果是 雖然考得很好 可是他沒有找到自己 他不知道自己 這個考得好的成績 對他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可惜 故事我們聽過很多 對 就是有關於說 你看誰誰誰某個學霸 然後或者是說 有一些年輕人 他們也會表達嘛 比方說兄弟彼此之間會聊天 然後可能哥哥成績比較好 所以弟弟就覺得說 媽媽比較愛你 為什麼呢 因為媽媽永遠都是 把最好的讚美 然後都給你 可是哥哥說沒有啊 我覺得媽媽比較愛你 所以為什麼 你考得不好 你還是有吃有喝有得住啊 但是其實真正的重點 是來自於就是說 孩子不斷的 其實他的自我存在價值 是來自於父母給他們的回應 但是我覺得 如果今天真的來問父母的話 你的孩子如果考100分 跟考0分 你真的就會愛他 多一點跟少一點嗎 事實上我們的答案 一定都是不 我們其實愛他 永遠都是一樣 已經滿出來的一樣多 那所以如果真的 回頭去看的時候 你究竟糾結在哪裡 孩子真的已經盡力了 然後他已經去做到 所有他覺得 他能夠讓媽媽開心 或者爸爸覺得滿意的同時 我覺得剛剛專家也講很多嘛 其實事實上就是那個心境 有的時候你真的要放下來一點點 或者是饒了你自己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呢 到頭來其實讓所有人 最羨慕的家庭 就是家庭和樂心 不管孩子他輸得多好 他一年賺多少錢 他是CEO 還是他其實也就是 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員工 可是當他家庭和諧的時候 我跟你講走到人生 後面慢慢的階段 你才會發現 那個最難能可貴 但是那個才是人生 真正的考試跟考驗 好嗎 今天謝謝 今天你不要回去罵小黛 我現在 我現在其實想說 趕快要去報社找人 對 要去跟他 擁抱他一下 擁抱他好嗎 KK祝你兒子 就是很順心地去完成他的讀書大業 讀書才能幾年好嗎 藍波老師 謝謝你們的姐姐今天來 謝謝 謝謝專家 謝謝 感謝